Hello 大家好 我是黎 今天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用手机去剪片 因为上次有一个手机APP 我介绍了一个免费的手机APP 很多朋友问我一些问题 想学多一点关于在手机剪片的功能 今次我做一个比较是 教大家快靓正去剪片的 用手机APP去剪片 怎样去快靓正呢 因为我之前也有试开另一个APP 这个APP叫做Limivision 虽然这个APP需要付费 但它也不是很贵 我记得我用的时候应该是200多港元 现在好像在做特价 应该不超过200元 不妨可以上去App Store看一看 它这个APP最主要是给苹果手机用的 暂时在Android平台应该是未有的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为什么我会推介这个APP呢 因为它是非常专业 在手机来说 剪片来说 它应该都数一数二的了 而且它操作上非常之方便 而且它的功能很多 一会我就会试一试开给大家 简简单单 用一个快靓正的手法 去剪片给大家看一下 手机我准备在这里 我将会开这个APP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Limivision 它虽然要付费 但是它就不学得有其他的APP 需要每一个月去付费 或者每一年去付费 它一次性付费 如果你有百多二百元 我买了它 那我根本有时间用 因为现在它这些APP 就是在手机上做剪片 功能就很优性 很方便 所以我们除了在手机之外 它还可以在iPad上 假设你现在买iPad Pro 或者11寸或者12.9寸 那你拿着拿出去 就将那些拍了影片的 就输入回到你的iPad上 就即时在iPad上去做剪片 那变成了直接呢 剪完之后呢 你可以传送去任何地方都可以了 那就非常之方便 不需要再回去你公司 或者你家里 再在你的电脑上 或者你再输入你的notebook上去做 就已经不需要了 OK 我就给大家看看画面先 这个画面呢 就你看到了 我上次就说了这个VN VN 这个剪片就是 都是免费的 但是呢 功能上呢 就比较简单化些 但是呢 很多细致上的东西呢 它就没做到的 那今次呢 就隔离这一个 Number Vision 我开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 这个界面就开了 现在来说呢 它就是垂直的界面来的 那其实呢 它可以做到打横的 那我一会儿就开给大家 看一下它那个 那个横倒怎样的处理 那现在看到这个界面呢 它是横倒了 那在横倒方面呢 在操作上呢 我就很方便 因为我们通常呢 都在电脑上 或者在你的notebook上呢 都是一个横倒的操作界面 就不同上次的那个VN的界面呢 它只可以在手机里呢 就垂直画面做 那但是呢 它那个app呢 就在平板电脑里呢 譬如好像iPad来说呢 它是有一个横倒的 那而这次呢 就我用这个手机呢 就用横倒去处理 和介绍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假设呢 就把它转回到直到 大家都看到了 是不是 变了那个 在界面那里呢 操作呢 就你会很狭窄 那变了就是 操作的时候呢 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OK 我转回到横倒先 那这次这个手机app呢 它的界面就可以把它打横来看 变了我们手机 通常呢 都是16比9的画面来 那比较呢 在操作上方面很多 那首先呢 我就轻轻介绍了 它这个界面 有些操作性的工具先 那我在这里 按这个按键 那其实呢 就大家看到了 它每一个按键呢 都显示了 它的功能上是有什么作用了 那虽然呢 它这个界面呢 就只可以有英文了 暂时就没有中文了 那变了呢 就我们需要要习惯一点点 那其实呢 我们看回它 这个画面 这个界面呢 就都不难的 因为它全部的那些 设计上的那些 icon 是很简单的东西来 好像例如这些 加好 或者这些加好喇叭 还有这个位置呢 这个左上角 这个位置呢 就给你输入一些短片进来 那这里呢 我开一开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那其实这里呢 就是给你改变一个操作界面 那现在呢 已经是不同了 那我试试用回之前这个 OK 很快就 我就将 小小的片段 拿进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其实呢 就 它这个 这个 在功能上呢 它就可以呢 譬如我们拿相片来说呢 我在这里 就开了它 那大家看到呢 它可以就 inport一些 有关你拍完的相片呢 或者一些档案呢 那也都可以呢 inport呢 这个位置呢 就可以直接联系了 你家里的电脑 你走回伺服器呢 它就可以在你的电脑 拿回一些影片过来 直接到你的手机里的 那它就 这个功能就很强劲了 那就不需要呢 我们再 就是在电脑那里 拿一些影片 又抽下去 SD卡又要传过来 手机里 就不需要 去直接行Network 就录过来 那OK 那今次呢 我就在手机里 就开了这里呢 就直接呢 就拿回一些影片 出来先 哈 我们没输入短片之前呢 那首先呢 我们需要呢 就开一个新的档案去展辑 那我们在这里 左下角呢 就按一按这个 加这个号 这个位置 那跟着呢 我们在旁边呢 就直接呢 就可以按一个加号 那这里 你看到了 那它出了个名呢 就叫做My Project 2 那就是第二辑呢 那我确认了个名字 或者你需要不需要改名字 你自己可以在这里完成了它 那假如 假如我是不需要的 那我就可以 按这个加号 那它现在这个 呃 剪片这一个新的 編辑呢 就是它的名字呢 就叫做 My Project 2 OK了 那我们呢 就跟着呢 就在这里拿照片进来了 那假设我们现在 在你的手机那里呢 就 开了你的手机片段进来 那我们呢 就要找回你 一些属于视频的东西 那我们再开它 好了 现在我就去到我自己的 歌曲那里呢 我拿了 我打算拿这两套片进来 那假设 我现在选了这一套 那你看到了 这边呢 它就是预览这个画面呢 就给你去做一个裁展的 那我们需要在哪个 需要一个位置 在哪里剪掉它呢 那这样 大家呢 你可以先听一听那些声音 那基本上呢 它就 一进来的时候呢 它会整段 就给了你看 但是我之前可能 我就都试过来 所以呢 它就和我在记忆了某个位置 我们先听一听那些声音 OK 那我们上网看看 这个问题是什么 那其实呢 那如果我们不需要退位呢 就像我这样 即是退位呢 我想整段 都拿进去就没问题的 那你也都可以听完它 在哪里 呃 开始或者哪里结尾的 那你就可以自己定了它 假设我在这里结尾的 OK 那我就按一按下面这个按键 那这个按键呢 它就会放了下来 我们这个timeline那里 就是说 这个画面的轨迹那里了 好了 那我们呢 第一时间呢 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那我呢 碰一碰这里 就退回前先 或者按一按这个 去回最前这个位 那而你看到 现在 我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先 那现在这个画面呢 似乎呢 又不合色 又暗 因为我都是始终用手机拍的 所以呢 就和家里面呢 就不够光的 那所以要改色了 好了 那我们要剪辑这些片的时候呢 要想尽量快静静的方法呢 首先 大家都要记住 那当你临剪片的时候呢 需要在某个位置 要剪开它 或者要加些任何东西之前呢 你一定要呢 就在这里 double kick 那就来了这个画面呢 就将它改了色先 整条片改了它 那这里呢 它就 这个APP就很方便 有得给你改色 那如果你说 它有些预设了 譬如可以做一个 我先删了 错了 那我这里呢 那我这里呢 就 开了 那它即时和我呢 就将这条片呢 就改了颜色 它 是偏蓝了 我们也都可以呢 就在这里呢 就在这里呢 就改了一点点 嗯 因为 都是偏蓝的 那我们退回来呢 那我不要让它那么蓝 它 OK 也都不要让它那么青 它 OK了 那 那就可以将它那个levels呢 那这里呢 就调高一点 好了 那我们 OK了之后呢 其实呢 你可以将这个改光暗的设定呢 和偏色的设定呢 就加了下去这个 记忆这个位置里的 可以加下去的 加了之后呢 你下次呢 就不需要逐个去改的了 那就一次性呢 就可以全部跟回来 之前所做的设定了 OK 我们退回出去 那大家看到 整个画面呢 已经是不同了 那颜色已经漂亮了 OK 好了 那我再播给大家看看 OK 那我们上网看看 这个品牌是什么来的呢 那其实呢 它就是叫做 zcap 好了 就来到这个位置呢 假设呢 我们不需要加 即是加一条片下去 因为可能我 就是我很多片呢 都是用两个画面 即是两层layer呢 就给大家看的 那譬如我需要加这一层 那就加这个layer 下去了 那我们也是在这里试声 那我们也是移位了 那我们也是移位了 那移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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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大家都听到 两个声音呢 就不得重叠 就是说两个画面都不重叠 就是声画不同步 那所以我们怎样去同步呢 那我们就需要 就移位了 那应该就在这里了 上面这一层 即是新加入这一层呢 它那个 嗯 那位置就不对 那所以呢 我要在这里剪掉它 那现在看到了 那这里呢 就highlight了 如果还没穿 就应该是这样的颜色 那我按一按着它 下面呢 有把剪刀 就是说剪开它两折 那我们呢 就将这一折 前面这一折 不要 删除了它 那然后将这一层呢 就摆回去上来 移回去前面 做一个声画同步先 OK 放进来 那我们试一试 听一听 OK 那我们上网看看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那其实呢 它就是叫做 是不是很接近呢 那我们呢 又要移回去 上一点点了 那在这里呢 我们还没移之前 我给大家看一下 那它两条 看 这里 这两条声轨呢 你看到画面的声音 那个声轨的波幅呢 就是用来 将它同步的 那你看到下面 这个 波幅 和上面的波幅 是相差了 应该是零点几秒 或者一秒 所以有了这个声轨的波幅 让我们看到 就比较简单了 如果 好像之前那个VN 那个剪片APP呢 它就看不到 就是声音的波幅呢 就我们就很难控制 就声话同步 那所以呢 就这个APP呢 就是方便很多 那应该呢 就我就 要教一下 教一下 它先 在这里 碰一碰它 它也都可以 给你在这里退位 裁剪的 那裁剪完之后呢 我们放上去 那也都是 可以退一退 过来 看一看先 好了 你看回上下这两个波幅 就很接近了 那声音波幅 那我退一退 让大家听一下 那些声音先 OK 那我们上网看看 这个问题是什么来的呢 那其实呢 它就叫做 EZ CAP 那已经很接近了 那做完这里之后呢 那 其实 面那一层呢 就蓋着底那一层嘛 现在的画面 那就 呃 嗯 变了就不是画中画了 那所以呢 我们将上面这一层 穿了它 就double kick它 就是碰一碰它 那你去回左下角 按一按这个键呢 它就有一些预设了的画面 就给我们去裁剪的 那我假设我放在这里 那我动一动它呢 那也都 你可以放去某一个位置 那它也都呢 有一个叫做cop位 那我们将它画面 裁了它 裁了它的 有些不想见到的画面 你可以裁了它 那 那在这里呢 也都可以改色的 这个画面 那 大家看到 譬如我要黑白 那我们做了它 那 跟着做完了 出回去 那现在你看到的画面 就是这样 这个什么牌 是什么来的呢 那其实呢 它就叫做EZ CAP 那应该简称就是EZ CAP 好了 那现在两个画面 这边都有声音 那怎么去删除呢 很简单 这里呢 就有两个 就是有 有个喇叭的 icon 那我们就删除了第一层 不知道是面那层 不要 大家听一下 它这个网站呢 就 看到里面 那它就不会有两把声音出来 那就 好了 那在这里呢 就完成了声画同步了 那好 我们就要去做一个 所谓叫做 就是剪了它 某些位置 不需要的 那我们呢 就可以尝试呢 就 在这里 假设我来到这个位置 我需要剪了它 那 你看到呢 这两个片段呢 就没有highlight到的 就是没有着到的 那我就一次过就剪了它 我试一下在这里按 那 我按了之后呢 它就将两条画面呢 就一次性呢 就剪开它 那但是上次我介绍的VN呢 它就不可以这样做了 是逐 就是逐条片去剪的 那所以就不方便 OK 我退了 退到这个位置 假设 我来到这个位置 是不要的 就是说这个位置不要的 我就在这里也是剪 剪了两 好了 我点一点上面 那我就不需要 就放去垃圾桶 那你看到了 那就没有了 那我试一下播放一些声音 那里给大家听一下 还有画面 特别它那些产品介绍 就很多朋友呢 就问我 好了 我们在这里 假设有需要 我们移回过来先 按一按这里 移回过来这里 那我们需要下一些效果 就是转场的效果呢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 加一些特别的画面 例如声音 过场效果 或者文字 都可以的 那我先做一个 过场效果 那 好了 那下面这里 我就做了 那其实上面那段 都可以做的 我又播给大家看一下 那些产品介绍 之后呢 就很多朋友呢 就问我怎么样 好了 假设我要来这里上面 我点一点这个位置 就去移到这个位置 那我也是 不需要后面那些 那我一次性呢 就剪了它 将它在这里 按一按 删除了它 我说到这里呢 就已经是做到的画面 已经昇画同步了 那还有呢 就将第二阵的短片呢 就将它改size 那还有呢 我们呢 最主要呢 就是说 我们在剪片之前 即是剪开几节之前呢 我正在说呢 就是说 你不要做任何事 当你的片进了来之后 你即时呢 就将它改颜色 改大小 还有呢 将声音大小 就调对它先 因为如果你不做齐这几样东西呢 你跟着剪开了一块块呢 跟着你以后呢 每一节呢 每一小节呢 你都要重新做个声音 画面的大小 和那个颜色 那变成了你就做不到的 根本 如果你不是这样做法呢 你做到天罡还没做完 那其实呢 在剪片这里来说呢 我们实际上呢 就浪费时间的 浪费时间的 浪费时间在剪片上 拍片是很简单的 拍完之后 将它剪片呢 就是比较浪费时间 所以呢 今次呢 就我跟大家分享了 教大家 一进来 什么都不要做 先整理好它 整理好它 先整理好它 然后剪开它一节节 好了 这个手机APP呢 就我不想在这一次呢 就全都给大家听 因为如果我一次性 全都给大家听呢 根本我说一两个钟头 还没说完 因为它有很多功能的 那大家呢 不妨呢 就试一下去 看看有没有兴趣去装了它 装了它来用呢 很简单 我再说多一点点 给大家听一下 那它除了 可以将它每一节 拼合了 加效果之外 加外置的声音 加音乐 它就可以有五层类尔 就是说五个P&P 所谓叫做 画中画给我们摆下去 那还有呢 最有用的那个 当我们 做好了剪辑了 那我需要将这段片去 output出来的时候呢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呢 右下角呢 我们按一按 它就可以呢 就告诉它听 就是 告诉这个手机听 这个APP呢 我们就要export出去 就是输出出去 那在这里按了它之后呢 它可以呢 就直接呢 放在你的手机那里 就是那段片 放在你的相 就是相机的相簿 那个位置的 当你做完之后 就放在相簿的位置 那或者呢 就直接呢 就放上去你的YouTube那里 那也都是啦 你看到这里 Wireless 那个Network那里 Network device那里 那里呢 就可以直接 接传送去你的台头电脑那里的 那里的 如果你是将那个 WiFi影系 做了一个 所谓叫做 你lock in了进去 那共同一个网络呢 它就可以放回到你的电脑那里的 那或者呢 就转为一个File呢 那也都可以去回其他的APP 或者AirDrop 那所以呢 它在功能上呢 就很强劲 那我试一试呢 就是按一按这里呢 那我放回到这里 那大家看到 它很多资料的性的东西 那例如呢 我现在这段片呢 是16比9 1080P呢 就行60格 那它这里呢 就说那个 视频的画质 可以给你改的 那和声音那里呢 那个Quality 又可以给你改 那 MP4 那去到下面呢 它就告诉你了 那你这一段片呢 就 它的大小多少 那 那和你手机的容量多少 那 那跟着呢 你确认之后呢 一按呢 那我按一按这里呢 那它现在呢 就跟我将这部片呢 就output出去 那 output出去 要视乎你的手机 就比较的速度呢 会不会快 一万 那一般来说呢 好似我平时拍的那些片呢 呃 那我有一期二十分钟 或者三十分钟的片呢 剪辑了之后呢 我output出去呢 都差不多要成 三十分钟至四十五分钟的 那所以呢 就要视乎你的手机 如果你的手机 我现在用着十二Pro的 iPhone十二Pro 它的速度是最快的 那而我这一部呢 就是iPhone7来的 那所以呢 就比较是慢一点 但是我都用了这么久呢 都可以接受的 OK 我取消了它呢 不需要这么做了 那在这里呢 就 大致上 都介绍了这个 剪片APP给大家去 理解一下 那其实呢 它除了这些 以上 很 很 基本的工具之外呢 它真的很多 很多细微的东西呢 就很方便去处理回你 将影片去剪辑的 那好了 如果是有兴趣的 继续留言给我 那我就将这个APP呢 就可以多讲一些 其他一些 小节给大家去听一下 因为这个APP呢 就因为 我也说 它可以 将画面呢 垂直 或者打横 那就 令到你的画面操作上呢 就会比较方便很多了 如果你是垂直的 下下呢 那个位置就很窄 所以呢 就打横 就 就是用起上来呢 就简单好拖 那 那些细细的东西 我不在这里讲了 留下一次了 好了 有什么问题 可以留言给我 好了 遲些再见 拜拜